哈喽大家好,我是王竹子,欢迎来到Sumido 那上期视频呢,我跟大家说了一下关于我的第一任S的一些故事 他教会了我一些东西,包括一些我俩之间的一些玩法 底下留言,真的包括给我私信的,还有给我们Sumido客服私信的 就是说很喜欢这个系列,然后想让我说的更细节一点 那既然大家喜欢这个话题,那我就跟大家再讲一讲我们的第二次调教 在我们的第二次调教,他就很重视 所以他提前一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解我的状况了 吃了什么,喝了什么,睡眠好不好 最近家里边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样不好的事情 包括我的心情好不好,等等等等 当时那个天气就属于春天,就是有一点点冷 但也不是很冷的那种状态 他要我穿一个比较宽松的毛衣 然后里边穿的是那个,就是可以扣扣子的那种内衣 然后下面穿了一个那个就是比较宽松的运动裤 虽然看起来不搭,但有助于他调教 当时坐到出租车里边的时候 然后他这时候就给我发微信 问我的位置在哪了 然后让我把,就是在出租车里面 让我就把内衣脱掉 我当时就真的 他刚给我发完那个信息的时候 看完以后的脸红了 我说这怎么脱 他说那我不管你,主人给你的任务 你就要完成,而且在你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 去把内衣脱掉 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去,就是隔着衣服去脱 因为我正好今天穿的是毛衣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当时是怎么脱的 我当时就是这么着,把衣服扣进 因为我其实一边脱衣服 一边在观察司机的状态 我坐在后座嘛 然后我就观察司机的状态 司机就很认真地在开车 然后他没有注意到我 我就把我的袖子脱进去 然后把我的内衣脱掉 脱掉以后我把内衣塞到我的包里 然后我就是等说空挡进去 我当时是,那是我第一次 就是在那之前 我压根就不知道露出是什么东西 那是我第一次就是没有穿内衣 然后去外边穿毛衣啊 这样在街上行走 我当时的感觉真的是 我真的是不夸张 我一边走一边就感觉我下边湿乎乎的 就那种感觉就好刺激 我好像喜爱露出就是从那次开始的 从那以后我觉得露出对我来说 我简直就像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哇我就不断地探索就越来越 就是越来越 越投入就越来越喜欢这个东西 而且从那次以后我发现不穿内衣真的好舒服 然后我就慢慢地开始不爱穿内衣 我觉得可能我现在不爱穿内衣的原因就是从那一次开始的吧 就话题偏了 然后再说回来 然后我发现了这个 这个就是因为其实那个毛衣嘛有点渣渣的 然后我就天生的就是头头比较大眼那时候比较敏感 现在好像敏感都没有那么以前那么那啥了 可能也是第一次不穿第一就是在街上晃荡的那种刺激的感觉吧 然后那个毛衣的刺激就这么一边走 就是一边摩擦我的乳头 然后我当时就真的是感觉 我的天哪就就立刻马上我就能腿软腿腿就只要给我一个一个工具 然后来那么一下我立刻马上就能摊软在地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走到那个那个酒店的时候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房间我已经开好了 房卡就放在前台 你拿着那个房卡去直接去房间就可以了 然后你办入住 然后我就到前台办了入住拿了房卡 然后我就上了酒店上了房间 我当时进房间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因为当时我的主人并不在房间里面 可是他提前也已经把房间布置好了 然后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 就我当时就没有见过的一些东西 就是工具什么皮边呀 然后一些什么很多很多嘛 项圈呀那些东西 就是还有尾巴呀 还有一些我没有见就是没有见过的一些工具 当时我就很震惊 哇我说这东西是些什么 这个都该怎么玩 就是当时很很震惊 也很也很懵懂 我靠这些东西都要用在我身上吗 我还有点害怕 我说会不会对我身体造成伤害呀 看上去就很恐怖 然后他就给我发微信 他说你现在把衣服脱掉 然后放在那个放在那个 就是当时的那个就是床旁边 就酒店那个床旁边有一个小柜子嘛 他说你把衣服脱掉 然后叠好放在柜子旁边 然后把那个就是拿上眼罩 就是那个眼罩 那个跪在门口等我 他说这时候我是给你的指令 如果你决定做我的M了 你就按照我说的话去做就可以了 我说好 然后我就按照他的要求 把衣服脱掉了 然后就戴着个眼镜 然后戴着一个那个 那个那个叫叫那个眼罩 然后就跪在门旁边 他说你跪的时候呢往后一点 因为我开门的时候会碰到你 你一定要照顾好就就是掌握好距离 不要你靠的跪的太近 让我开门会碰到你的 你想想他能说出这个话 说出这个S就是真的很细节 就是很到位 我当时等的时候 我一直在脑子里面幻想这些 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那其实怎么说呢 虽然有些东西没见过 有的东西我还见过 比如说那个AV棒 那我也知道那玩意儿是干什么的 然后我脑子里面就幻想着 就是我自己以前看过那些电影情节 我就一边看一边有身体反应 然后那个当时吓得就模糊一片 你知道吗 我感觉那个小风 sorry啊 底下凉凉的 就那种感觉 又期待又激动又害怕 然后等了很久很久 那我的就是我的主人一直都没来 我觉得他这个时候就在考验我的耐心 就在给我的内心当中一种压迫感吧 然后我就一直趴在那跪着等 然后等他进来的时候 就是我就听见那个门咚一声 然后门就开了 开了然后他就 他也没动 他看了我一会儿 然后他就问我 他说我给了你这么长时间 你想好了吗 我再问一遍 你确定要当我的M吗 我说我确定要当你的M 他说好 他如果你要当我的M的话 那我希望你能做到一个词 我教你一个词 他说我说是什么词 它叫归属感 他说你要当我的M 我希望你在我身上能找到归属感 就是你只要进了这个门 你就是属于我的 你没有任何身份 在我这你只是我的M 他说你能做到吗 我说我能做到 他然后摸了我的头 他摸我头的那一瞬间 我真的我都快要哭了 我就觉得 就是在那个漫长等待当中 是我一个人 我有幻想一些乱七八糟的画面 但是我也很害怕 也很孤独 也很内心很慌张 但是他进来的时候 然后跟我对话 我都没有那种被 就是那种 就是突然有人给你那种温暖的感觉 但当他手摸我头的那一刹那 我突然有一种 好温暖 我好依赖这个男 这个男人的感觉 就是他在我心目当中 已经超越了主人 他在我心目当中 好像一个很伟大 很伟大的一个形象 你知道吧 我当时就立刻 就在他摸头那一瞬间 我找到了归属感 我就认识了 他就一定是我的主人 其实我们的第二次见面 是很正式的 包括我们签了那个主奴协议 协议当中的具体内容 是根据我俩当时的状态 去定制的 但是那些内容 因为时间太久 我也不大记得清楚 但是有一点 我记得非常清楚 他说的是 保护个人隐私 保护自身安全 这些都是在那个 我们的协议当中去写到的 所以可想而知 我这么多年 依旧对他念念不忘 到最后 我找不到合适的S 也跟他有关系吧 我觉得除了他以外 我可能不会再考虑找第二个S 因为他给我的情感 还有调教各个方面 都是很全面的 很难有一个成熟的S 能做到像他那样很全面的 可能我太理想化了吧 然后当我们签订协议以后 然后他说我们今天没有调教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流程 都是确定这个关系 就是其实这个 他虽然没有说 对我身体做一个什么调教 一个开发 但整个过程当中 他对我内心的调教来说 我觉得已经给了一个充足的感觉 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没有触碰我的身体 也没有去刺激我的各个部位啊 什么的 但是从一开始脱掉内衣 到进房间脱掉衣服 戴掉眼罩 等他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的身体跟我的内心 已经有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生理变化跟心理变化 我对他是有欲望的 但是他没有给我得到满足 就反而让我对他的身体 对他这个人更渴望 那说到这样 其实可能看视频的小伙伴会猜测 那你们就没有发生点实际上面的什么东西吗 或者什么的 当然有 你要知道我当时的S 跟我其实 嗯 怎么说呢 可能那一次就第二次 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是心理上面的一个一个过程吧 然后后期我们就像情侣一样 去发生了一些情侣之间该发生的事情 但是没有任何调教 他希望告诉我的是我们的关系是很 嗯 很舒服的 可以有调教 调教只是一部分 也可以没有调教 只有性爱 我他要的是内心的一个归属 其实SM关系当中 其实就是这样的 他更多的有时候会像情侣一样 有时候又会像主奴一样 有时候又会像朋友一样 有时候S又会像老师一样 那每个角色那他都是你的S 你只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就可以了 这期的视频有点啰嗦哈 嗯 我可能把自己带入的 就是当年的那个回忆当中 但是我其实现在已经很难找到那时候的感觉了 所以我希望看视频的你们 如果是新手的话 可以去尝试一些内心的一些归属 而不是单纯的就是说 我约你过来就是琵琶打一顿 然后给你康康绑一顿 然后拿个什么玩具给你玩一顿 其实M更多的时候也是需要内心的一些归属 我为什么要玩 我不光是为了宣泄自己 是吧 所以看视频的你呢 我希望你如果你是S的话 你也注意一下M的内心的一些东西 如果你是M的话呢 如果你有内心的需求 那你要你要去跟你的S去沟通 你们俩找到一个平衡点 那这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如果说看视频的你还没有找到心仪的对象 没有自己的S也没有自己的M 那欢迎你来到我们国内最大的开放式关系交友社区 森米岛 这里你一定能找到属于你的那一位 我是竹子 我在森米岛等你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